今天不是晚安午安啦今天下午天气晴朗 气温回升所以感觉满心情满好满愉快的 那 自然醒之后呢发现同学在我的宝山里面 部落格里面留言问了一个 其实也不是新问题了这种问题 就是看字幕吗看电影看字幕这种 英语学习方法很早就有了啦 很多神人也提 主张这种英文学习法 先不看字幕听了再看字幕这个是 旧瓶装新酒连酒都不是新的啦 酒也是旧的瓶也是旧的 那有同学提出来说为什么 网路疯传很多人讨论 那我就看看这个 内容我们待会再来看 我们先看里面他问什么 大师可否请教我不是大师啊 你怎么看这个人的英文学习 方法 他一部电影更数100遍你觉得可能吗 不知看了几部 后来英语变得很流利 这个要经过鉴定啦 那也不是同学这种非专业的来鉴定你交给我来鉴定我就知道到底玩真的玩假的 变成英文口说高手还出书 你怎么看 那口说高手也是要经过鉴定不是你说自己是高手就是高手 方法可行吗 网路上很多人在讨论这个方法 那你看我怎么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教英文教十多年 每一次上课都有 都有人问 类似的问题 有唱歌学英文的 有看电影看 影集不看字幕学英文的 这个其实是基本上是类似的论调 没有一个学好的 那我就讲说蛮唬烂的套路 既然是套路就表示是老套 那他讲根数 所谓的根数就是说跟着念 他念你就跟着念 这叫根数 那我也有根数的课 我的口语练习也有 我的听力课程也有 但是不要忘了 根数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要有专业人士在旁边听 你念的音有没有走音 哪个音念的不对 怎么瞧回来 都很难 你就跟 更不要讲说自己 凭幻想来看看 我跟着电影念 那个不是在胡说八道吗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所有外面的补习班全部倒光了 因为每个人只要上网 看影集就 英文就学好了 这同学蛮好玩的 我讲说根数要有专业人士在场纠正错的发音 而且你要确定这个人是专业的 他不专业 他跟你差不多那种三脚猫的 搞不好两个一起错 而且纠正完不一定就会到位 意思就是说 纠正完了 你的听觉 也许会有幻听 所以怎么纠正你的音就是不到位 或者是说 那个音的偏差值很大 你老是认为已经进入合理的容许值了 这个都有可能的 或者今天纠正完了 明天回去睡一觉 又忘了 又回归原来的乱念的念法了 那我们另外从数学的角度来看 假如这是真的 一部电影他可以跟数一百遍 我就讲吧 两小时的电影 我们一般电影大概是两小时了 片长两个小时 里面不管是有主角有配角 通通加起来 几乎对白就是很多了 那如果你要把每一个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 还是路人甲还是临时演员的 每一个对白你都可以把它 讲对的话 至少要好几年的时间 而且要有专业人士在场 什么叫 跟数完毕 就是说 你每个音都可以 不必靠 别人再来纠正你 你都到位了 如果可能 我都还不是 我都不见得可能 因为你自己的发音 有自己 的 或者是说 口音 其他乱七八糟的 谐音进去 要纠正很难 小朋友还没有定型 比较容易 你如果是成年人的话 就有点像你叫老蒋 跟小蒋去讲普通话 的那种痛苦程度是一样的 他还是会讲成大家听不懂的浙江话 这样 那如果真的有用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 当初的 七海关底还是哪里 只要放个电视机 全部用 找 华市主播 中市主播播新闻 他看个几遍根数 他 讲了国语就有人听得懂 你不要讲老讲小讲 那个那么老的年纪 你讲郝伯伯 这种年纪 十二期的黄埔 你不要讲那种校长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郝伯伯 讲的 那个江苏话 都没人听得懂 我听了八年 听阿逊话听了八年 没有一次听懂过 这可能要问郝龙斌 我们以前 算比较倒霉 以前的举光日不像现在 以前的举光日就是一个人头 这样子 对着那个电视机 那个叫举光日电视教学 你就看到一个 化石 抱歉 有电话 我先接一下 在这里 刚刚接了一个 电话 的广告 那如果那么我们以前看那个举光日 因为我 中正玉校念了三年 陆军官要念了四年 那个民国七十几年到八十年之间 还不到八十年了 我从民国七十四年 七十一年进中正玉校 我们要看那个政治教学的 很重 课程很重 所以那个时候的举光日电视教学 你就算拿牙签把眼睛 撑开都会睡着 就是一个老头子 不晓得是少将还是什么 然后呢就在那边 然后没有表情 面无表情一直讲 讲的话没人听得懂 哈哈哈 那个不知道是江苏妍成话还是哪一国的话 全部打瞌睡你只要看十分钟 你就会睡着 那个叫举光日电视教学 这样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有点像以前的空中大学空大 你收视的那个很像 那 我有时候是好杯杯啊 或是蒋仲林的这种 录完的 录影完的片段也会播给我们听 所以我们 伤着眼睛睡觉的功力很厉害 因为你一不小心睡觉会被处罚 有时候会被禁足 你礼拜天就出不去了 我们以前那个举光日电视教学是这样 现在蛮丰富的 大家不要再干掉了 现在还有 还有 不管那个小女生是外面请的 还是正在学校的木兰村的 这种 我们叫麻婆还是什么的 出来至少你还看到丰富一点的内容 以前我们就这个老灰啊 跟恐龙化石一样 出来 那念到研究所也没有比较好 那个教那个什么 中共 什么理论的 非当理论批判的 教什么 马克思的 他不是要讲什么 变证为伍的两重型 谁听得懂 他叫变证为伍的两重性 所以我可以直接打枪这位同学 你如果能够把中文国语这些 南枪北调都统一光看电视 每天看中视新闻华视新闻 你就能够纠正口音 根素的话 我们怎么会有南枪北调啊 你就更不要讲跨语言了 我们那个教授还在 变证为伍的两重型 你们这些人是很幸运啊 没有碰到这种化石教授 那你不睡觉你要干嘛 那 所以我刚讲那个是我们自己 以华语 国语来讲都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不会因为 根素 看了好几十年的中式英文 自证枪圆的主播播报完你就突然变会了 更不要讲跨语言所以这是唬烂的一点都没错 我实际证明给你看是唬烂的 那你如果真的要纠正发音 不是只要光纠正发音而已 因为你要流利 必须 是 你要了解 内容的意思 那个就牵涉到文法结构逻辑 那个会牵涉到静态的部分 所以那个部分要解决你不是光 模仿那个音跟八个鹦鹉一样 不管内容 英文的原来内容 因为你把它翻成中文了吗 你是用中文去理解英文吗 那个就变成中文直译 会变中式英文 练到再厉害都是中式英文 至于音你要用模仿的 除非你有特殊的专长 技能 就是你要学猫叫就跟猫叫的一样 你要学狗叫就能跟狗叫的一样 你要学 猫头鹰叫 学老鹰叫 你可以学得唯妙唯俏 这种是特殊口技的专业人士 那你去当 你去当街头艺人 赚的比学英文还多 更何况 英文的变化比猫头鹰叫 比狗叫 比猫叫要难上 死倍都不止 这样子 所以这个 我看到同学弄这个 我就觉得 很好玩 好 那以我个人的教学经验 你要把 在场纠正他 不要讲一部片子 就是光几个句子 你要纠正他 他都 不见得会到位 很难到位 那个纠正的过程很痛苦 不是学生痛苦 连老师都很痛 因为他念到嘴巴都破了 吃饭到都已经 快不行了 快不行人事了 那个学生还有听没有懂 永远到不了位 所以 你碰到母语人是说 good very good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来烦我的意思 我也不过拿个五六百块 一个小时 我教你那么高纲 我出去外面那个 花的那个 那个工可以赚一千块 到两千块 做苦力的话 比苦力还累 所以为什么母语人是会时常讲 good very good 然后你讲你的 他讲他的 他把时间撑过去了 比较没有那么高纲 一部片子如果 两小时我们平均来讲 你要根数完毕 你要把里面每一个主角 配角 路人甲 临时演员全部配完 不是配完 全部讲一遍讲完 那你怎么知道你讲对讲错 你看字幕看的是中文 你听是乱听 我们待会来看看那本书到底是什么 那你要留 至少好几年的时间 以那个量来讲 如果 不信同学可以去试试看 你把里面每一个人讲的话 你都能够 更数一遍 正确的 乱念不算 可能你一个音卡一年都纠正不完 你不要讲那么多音 所以假设可以的话 然后要更数一百遍 流利正确 要再花好几年 一部片子要花十年 才有办法学会 流利 但是内容是固定的 因为你已经背起来了 离开了这部片子 所讲的内容跟情节 你立刻不会 好这样子 那你怎么能保证你碰到的 英语使用的环境 他讲的都是你电影里面的内容的 那个几率太低了吧 电话又响了 好好好 那我目前又碰到 最近很多奇怪的这种 宣传电话 这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诈骗集团 要很小心 再来 好所以我讲说你一部片子 假设真的成立的话 要 十年才能克进全功 你被一部片子 模仿 不管你用什么 功力弄 那也必须先决条件是有人 专业人士在你旁边 纠正你 才有办法 你自己玩 你怎么知道你念的对呢 你念给自己听 你那么会听 你就不会念的五音不全了 不要忘了 发音的不准跟听力的不准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听跟说 是一体的 换句话说你听 听力的音准失 失调了 你发音也会受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如果你听不到 你的 发音要 另外去 找专业的人训练你怎么讲话 音才会准 这样子 好 所以如果拿一辈子的时间练习 顶多根数三到五部电影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同学讲说要根数一百月不知看了几部 越讲越神了 你是在写科幻小说吗 变成英文口说高手 我是没见过这样的人 有的话同学介绍给我 给我看 因为这一类类似 看电影学英文或是看 外语片看电视 影集学英文的 论调很久了 传说中有人学得很好 我都没有见过这个传说中的人 同学有见到 介绍我认识一下 我来亲自鉴定一下 那我点进去看了这个 他有一个 给了我一个连结 我点进去看其实 换汤不换药 这个在韩国狂销十万本 真的假的你也不知道 第二个 韩国人的英文本来就是比较差的 这样子 这个我不是随便乱讲 因为我驻美代表处在华府 有跟韩国驻美大使馆的外交官 会参过 本来要讨论一下北韩飞弹危机 的那次问题 结果发觉我跟他完全不能沟通 那个惨到是完全不能沟通 他讲什么我听不懂 我讲什么他也听不懂 这样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首尔大学的 然后呢 最后只好话乌龟 他连血都很困难 还是我长得太太恐怖了 他吓到 威武吓到 那是我的经验 所以 你这个韩国出的英文书 我是觉得很怪 另外这个黄文君教授 推荐的 当然你要找教授推荐 不过这个黄插君教授 他的英文本身也不怎么好 因为我在我的宝塞里面评论他的英文出的 的次数 跟 超明兄 次数 差不多了啦 他的英文是很有问题 他推荐那不是跟 坤匹 台大的狂人教授坤匹 推荐那个 李浙远的 不如去闯 一样吗 结果他无闯 禁地 闯到英文的禁地 当场被修理 这就是国内一个出书文化 他的文化的一部分 但你不要当真 我们不能否认说 这本书很厚 很聪动 而且样子看起来印刷也蛮精美的 你可以买来放在书架上面 当成 那种文人雅士 表示我保读诗书 可以放的当 装饰品 没有问题 他物超所值 但你要说用他的方式学成 那你也要学成 你连推荐的人都有问题 同学不信我可以从我的宝山挖这个 黄插军的英文错误 基本上只有国中程度都不到 他的文法错一大堆 我还把他的东西写在我自己的书里面 你看我追 我追踪他多久 除非同名同姓 或是我名字记错了 他跑出来推荐了 这就是国内一个 我讲臭老酒那个阶层 的一个文化 大家互相 帮暖取暖 你推荐我我推荐你 你捧我我捧你 大家就在这个 世代夫的同温层 各取所需 然后呢消耗社会资源 这样子 那如果同学不相信我可以 到我的宝山挖一挖这个黄插军 哈哈哈哈 他英文实在 那个跟超明兄可能有拼 哈哈 好 这个先不管 那为什么是 韩国人不教韩文教英文 这点你就要承移了 好我们先看内容好了 那他的定价 360块也蛮贵的啦 300多块的书 一般的出版社会把 这这类的书 定在300块为上限 因为你超过300多块 购买的意愿会降低 这样子 所以300多块的定价 如果能够让他又厚 又 封面又漂亮 标题又 耸动 基本上这个行销策略来讲 就会比较成功 不见得 非常成功 他要靠一些像同学这种 以而传而 口语 口语相传的行销 才有办法卖的 不错 但我不相信他会发财啦 因为你就算卖了10万本 真如他讲的10万本也不会赚钱 因为这个成本要考量 你到最后你的 那个 净利毛利 你就算一算 可能一本书赚不到20块 好 先看广告 行销是少不了的啦 我自己出书也要行销嘛 我也要请出版社帮我行销 我自己行销 我不会伤那个脑筋嘛 他们会做 所以你讲的这些当然是讲好的 他不会讲不好的 韩国狂销10万册 你有见到韩国人英文很好吗 哈米达 最有效的 100LS 行销式口说学习法 这个也是行销的一部分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 学习法一定要有一个奇怪的名称 有一个名字比较好 这样子 所以他的名字叫100LS 就比较 我们讲 Eyecatching 大家眼睛会为之一亮 这什么东西 你就会有好奇心想知道 一个人就能练习 而且他必须要人人都可以上手 所以一个人就能练习 任何语言皆适用 有没有看到 他不但英文适用 任何语言都适用 那我就不相信了 你如果叫AIT的 里面的人 每天看中文的影集 他中文就 学的跟我们一样了吗 看 根数 根数个 十部片子 每一部片子 根数一百遍 他中文就 跟我们讲的一样 6了吗 有这种事吗 你相信吗 但是因为他太聪动了 你一个人就能练习 那很好 我不必麻烦别人 我不必花钱 看电影搞懂对话 用嘴巴和耳朵去记忆 看到记忆没有 所以你万一没学好 他会说你记忆力不好 请你去上 增强记忆的课程 再多上一个课 这个是 行销策略 你学不好就说你记忆有问题 把这些记起说出 有没有看到记起 说出 这个也是一个套路啊 就跟国瑜学长之前的 前进来人出去 他这个是 记起说出 有没有 一定有个讲讲话的套路吗 让你朗朗上口 什么是100LS 设立一个你渴望达成的目标 第二部 挑一部你热爱的电影 或者有你喜欢的演员演出的电影 比如说 阿汤哥 那个太可能对同学来讲太老了 变古人了 那你喜欢的电影 当然你熟悉 你喜欢的演员 当然你熟悉 有动机有动机让你去看 因为你看的是你喜欢的 演员演的 动机有了 你的兴趣也有了 重点是 内容你学会了吗 那不要忘了看电影学英文有一个很大的盲点是 很多的电影靠剧情 视觉会替代掉大部分你的听觉跟口说 因为你不用说嘛 看电影不会有人跟着讲的啦 会替代掉 你的文字理解 视觉理解 替代你的文字理解 你在靠眼睛 来看 来感觉 而不是用 听力来听 来感觉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 你如果真的要 用 发 就是说开发你的听觉 你应该是听广播 不要用视觉来 辅助 大幅的替代你的 听觉 还勉强有一点点道理 步骤 第三个是 关掉所有的字幕 一口气看完第一遍 有没有看到 他还是用视觉啊 他还是用视觉替代了八成以上的 理解 那我如果说 建议的话 或说你非要这样学的话 你就听广播就好了 反正眼睛都看不到 非靠听的不可 但我不相信 你有那个鸭子听了 你有本事听完啦 广播也不会有字幕给你啦 所以你就是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全部评听的 那个还有可能 听出一点名堂来 打开中文字幕观看第二遍 确认之后 确认之前 没有看懂的片段 什么叫没有看懂 你眼睛只要看到他的动作 跟情境 基本上 懂了八成 所以基本 你不用看字幕 你也可以懂八成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打开中文字幕看第二遍 那另外有个问题产生了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翻的字幕 是找谁翻的 翻的到底对不对 有很多字幕 是翻的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我自己翻过电影字幕 我知道 我翻一次我就不翻了 为什么 因为他给的钱实在太低了 我在那边翻得很认真 把它翻完了 我领的钱跟别人用Google翻的 差不多 这样子 那那何必去做这种低端的事情 乱翻就好了 切换成英文字幕 把先前没有听懂的片段 抄写在笔记本上 查出他们的意思 这边就比较有意思了 光查 你一部片子就不可能一年内看完啦 查牵涉到了文法 等于你在上课嘛 你自己那么厉害给他查出来 顶多就是中翻译又变中式英文了 你光要查出不懂的意思 有文化的层面 有语言里面结构的层面 有逻辑的层面 等等 你抄下来 再查中式英文 反复练习听不清楚的片段 多次 练习听力和口说 问题是 口说 你怎么知道你念的对呢 你是250 你怎么知道你发音是正确的呢 直到你不会结巴卡子 完全跟上 你是念的很溜啊 但是每个音都不准 你只把念快一点而已 那有个屁用啊 看着英文字幕 练习完电影中所有的片段之后 关掉所有的字幕 跟着电影练习 97次的听力和口说 问题 你 970次都可以 随便你高兴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念对还是念的不对 你的发音到底是五音不全 还是说你的发音已经标准了 你怎么知道你念对了 好这样 每次练习请观看影片或聆听 声音档 二则一 并跟着附送 完成100次的训练 这个就是说 我要给你一个次数 他误认了说 铁杵磨成绣花针 你磨一个有形的铁杵 是可以 磨1000万次 1万万次 1亿次 把它磨成针 你看得到 你摸得到那个次数算得出来 越磨会越细 英语是无形的 是抽象的 你不能把它量化 所以 100次 对某些人来讲 等于一次的效果 甚至没有效果 你是白努力定律 但是他让你有希望 他让你误认为100次 你做了第98次 你剩两次你就成功了 这个叫洗脑 我都怀疑这个是不是韩国共产党 变成唯无的两宠行 这样子 参加外语交流聚会 结交外国朋友 这个比较吊诡 因为外国 是哪一国 是母语人士还是非母语人士 你跟一堆韩国人在一起 哈密打 吃 那个 那个 那个泡菜锅 讲的那种英文 等于是韩文 这个外语交流 我之前在前几集讲过说我们最忌讳 一堆不会英文或是英文非母语 的人聚在一起互相 交流训练 你会把南枪北调全部学在一起 变四不相 这样子 那你要结交外国朋友 你能结交到的都是 非母语的朋友 因为他也想结交外国朋友 你也想结交外国朋友 他是 别的 亚洲国家来的 他也只能结交到亚洲国家的 因为语言都有问题吗 你怎么结交到母语的朋友 你的语言不到一定的程度 你是结交不到朋友的 行李如鱼的不算 有别的目的的不算 向他们请教你写下的新单字 拒责用法 这也很诡异了 你去请教新单字拒责用法 他们是不是合格的 对这些单字拒责用法 他们自己了解呢 会用不见得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会用假设是母语人士 非母语人士我们就更不用讨论了 假设是母语人士他会用 他不见得知道说为什么这样子 就跟我们中文母语人士 我们会讲 我们就是这样讲的 你叫他解释里面的文法跟逻辑 他也解释不出来 你问他 刘为什么这样写 我怎么解释啊 我只能跟你讲 就这样写啊 我还怎么解释啊 或是你问我刘为什么 会念刘 他就念刘啊 你要我怎么解释 英文还可以说 他因为这个音是这样拼 流你告诉我你要是你是哪个不守 拼哪个不守啊 所以培养出你的英文语感 这是假的语感 这个叫做大杂会的语感 你会离英文越来越远 而且 本来轻症变重症 最后要用叶克膜 我的学生里面很多就是这样子 东搞西搞搞到最后变 重症病患的一大堆 为期100天 他给你100天有目标嘛 让你 设定目标 然后有一个很奇怪的词 一个训练法 再挑战下一步 这个论调我看了十几年 十几年前就有了 所以我们要 要了解说这个人到底是真有其人还是假的 这个张童丸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出了一大堆 类似的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名同姓啊 有没有这个人 我们要存疑 那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打着英国 打着韩国人跟 日本人出的书 前面有同学介绍过一个日本人出的书 还有韩国跟日本 日韩联军 联合出的书这个我个人认为 真的要把那个人找出来示范给我们看 如果找不出那个人 示范给我们看 我觉得都是胡烂 这样子 所以这个张童丸 我也不知道到底真的假的 就算你有看到YouTube上面有那个人 你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本孙 还是随便找个临时演员来骗人的 这些都很有问题 重点是说 你能不能学好 按照这个方式 我是存疑啊 因为这种学习法 基本上就是看电影学英文的方法一模一样 只是重新包装那个叫做 中央厨房 库存的书重新包装再换一个花样花招再重新来弄 那我讲说台湾是诈骗集团的天堂 这一类的自销书 卖不出去的书重新包装改头换面 再出版的书商只能这样反复出 但我不敢讲这个easytalk是这样玩 我不敢讲 但是 你说不要这样弄他还怎么样去消化库存书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有什么能力再重新 从无道友创新出一套东西可以卖钱 没有办法 所以 我并没有说这本书是骗人的 但是我觉得方法非常非常有问题 停工同学做个参考 那我也建议同学去买了 因为我讲过 你要买了看了自己做比较 比较准 我反而是建议同学去买这种书 因为书商出书说说实话蛮 不容易的我自己出书我也出书过 那也许同学认为这样子才是他 最好的方式 最好学英文的方式最简便 他也不需要学的太好 可以 比他原来不能开口好就可以了 所以我也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功能在这里 但如果说你要走到专业级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玩 还是要接受专业的训练 这样子 所以这个张同丸 Richard John 我希望能够见到他本人示范给我看 我是高度存疑 因为这种论调我听了十几年了 没有一个成功的 那黄插军 这个什么副教授 我就姑且不提了 因为之前也有人问过他 我大概将近十年前也写过他的东西 因为那个错的太离谱 所以我我记得我前一集讲说 那你说我们这些人都不合格 你告诉我放眼望去谁是合格的 你告诉我就没有啊 难道你叫我们全部回家吗 好我相信我就解答完了 应该是蛮充分的 33分钟了 中间接了两通电话 抱歉啊有打扰到 我看我有没有漏掉 原来我还没看完 我要继续往下看 本书特色 100LS实行步骤和技巧 学习外语就能突破人生限制 外语不单只是一项语言能力 而是创造人生机会的发源地 他这个外语也没有想写清楚 因为他现在明明讲的是英语吗 怎么会 现在跳成外语到底是西班牙文还是法文 还是阿拉伯文 所以这个翻译的人也有一点问题 还是说这个张童丸原来就是写外语 如果你真心想达成一件事 别迟疑只管向前冲 这是有问题的 这个叫做无头苍蝇往前冲 一定要先迟疑一下 停看听 多请教懂的人 然后呢 由专业的人来告诉你怎么走才不会走回头路 白努力白做工 所以这个 这种我认为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玩的 别迟疑往前冲 良好的外语能力是种天赋 打问号 讨厌文法就不能学好英文打问号 一定要喝过羊墨水才能说出流利的英文打问号 那这个问号都可以拿掉了 我可以直接跟你讲 好的英文能力 天赋占了 一定的比例 因为有些人的语言区大脑的语言区 发达 有些人不发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呃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专长的部分 好这样子 也有每个人也有每个人比较弱或是最弱的部分 这个本来就是正常 所以你你如果哪壶不热体哪壶 你语言英语区就是不行 你非要去 越不行你越要去搞 就会跟陈超明同 这个同学一样 万一当了老师 他的破坏力实在是超过你的想象 会回到一两个世代 所以我们认为说 是天赋 也要有后天 有先天的部分也有后天的部分 讨厌文法就不能学好英文 那你没有道理去讨厌文法 除非这个文法是有问题的文法 不合逻辑才去讨厌他 那你要把英文学好文法是躲不掉的 这样子 因为文法奠定了这个语言的结构逻辑 不是你要学 连母语人士都要学 否则他东西写的是错的 这样 他会找不到 做办公桌 白领阶级的工作 一定要喝过洋墨水才能说出流利的英文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去喝洋墨水是 漂白 语言不会因为你在国外待个几年 甚至待几十年 你就突然变灰了 变流利了 还是要靠你个人的 先天后天 先天 条件后天环境 跟你的 学习方法 跟有没有持衡的使用 这样子 正确使用 所以我们大部分喝过洋墨水的 跟没有喝过洋墨水差不多 甚至喝了洋墨水更烂 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漂白 只是 告诉你说 我一年去三次纽约 每隔两年去一次伦敦 一代代半年 所以我英文你不用怀疑我 但是呢 他越是这样讲 英文越差 因为他认为我只要 用这个就吓死你了 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 这样 那如果你真的会 你讲 开口讲 洞鼻血 就算你这辈子从来没有离开你那个村庄 我们都认为你会 他只有会跟不会 跟你喝过洋墨水没有喝过洋墨水 其实没有太大关联性 因为我目前碰到喝过洋墨水的英文都很差 比梅书国的还差 这样 当然有人可能会抗议 那个是投资报酬率的问题 比如说 照道理讲 你念过哈佛大学 英文应该是要有哈佛大学的水准 如果没有就会高反差 这样子 他是一个相对性的比较 也许你比 完全没有出过国的人好一点 可是不要忘了 你可能是 各种 国外的学历 你付出了那个时间跟金钱 又读了那么多 比较属于高等学府排名比较高的 这个学校的教育 但是反映出来的表现 只比 没有出过国的好一点点 那个我们叫做投资报酬率上面来讲 其实还是在亏钱 你不需是读书的料 学语言跟读书没有关系嘛 语言是语言 读书是读书 那我们全台湾有 百分之九十人不是读书的料 硬要读啦 这就是说 唯有读书高所造成的 你真的读书是 应该像我这样子 不用考 你想看 你就买来看 老老实的看 而且 阅读乐在其中 那个才叫读书的料 我是真的读书的料 我都懒得去读了 因为你跟一群士大夫 臭老酒在一起会难过 真正读书料是像我这种 也不需要天之聪明 我也没有天之聪明的 因为天之聪明不是你来定义 是臭老酒来定义你聪不聪明 是陈叉明来定义你英文懂不懂 那我就专门来定义陈叉明 谁靠着这种方法都能把英文学好 这噱头啦 这样才能够从 行销策略上面能够获得最大的 收益卖出最多 因为越能够让大家 来想买这本书 这样子 书中告诉你执行方式的具体步骤 训练是要注意的地方 挑选影集和电影的重点 需要看几部电影和电视 遇到重强期怎么办 解释资争能力运用方法 这是一个 套路 我不认为 中间 他把所有执行过程当中的障碍有讲出来 他里面限制因素非常的多 那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你这些都要执行 要有个教练在旁边 揪着你 没有就是在胡闹 这样 不只是一本方法教 方法教学书更集结使用者经验谈与各类提问 你不用相信是真的 我一个都没碰到 所以那个经验谈就有点像说你买个产品 你产品还没卖他就好多使用者说这个好啊 不错啊弄啊 那种代言的都出来了 这样子 本书在韩国出版 半年这个出印出 初版 第一次出版 作者又出了修订版 结合了使用者在执行产生的各种疑问 包括 读者在实践100LS过程中产生的疑问 你没有专家在旁边就是 我个人认为就不用玩了 父母预陪 伴孩子实践的疑问 你父母到底自己懂不懂 如果父母不是母语人士 那就变成跟我讲前面讲的一样 父母亲自己五音不全 还陪伴孩子在搞得更五音不全 交叉感染 如何用100L 学好第二外语 那如果第二外语要看 因为 中文有时候谐音发音比较接近的 英 是会比英文要学好简单 比如说我们国内学日文的人口就很多 学的也不错 这样 我是不懂 我不懂日文 但是 接近临近的语言可能比较好学 或者属于南岛语系的这个语言可能比较好学 如何以TED演讲 影片进行100LS 那这个TED演讲你也要看是谁讲 不见得 这些演讲者本身他的讲的内容都可以听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慎选哪个可以听哪个不能听 你自己要去看 时间100LS 能让你与外国人沟通 自我突破 并担任国际职缺 我不知道 因为有些国际职缺不需要语言 你有那样的专长 不需要 沟通 也都能当 就像我们有很多矽谷工程师 有很多华尔街的什么 这个诗那个诗一大堆证照 他的英文是 基本上只比高中程度好一点 因为他工作的对象都是亚洲去的 不是印度的 可能也有韩国的 都是非母语人士 大家凑在一起用很奇怪的英文沟通 有些甚至搞电脑的 就用电脑程式语言在沟通了 那更不是英文 要特别注意 这叫幻想 群聚感染加幻想 这样 那你不要讲理智元啦 我自己的学生就有两个是 Goldman Sachs 我还推荐了一个学生 近Goldman Sachs 我写推荐函 所以 他们的英文程度我了解了 不必太过神话 作者从 国高中英文成绩调车尾 这个跟我们国内 很多的 包含秃头男 牛津秃头男一样 我都考各位数 经过这个方法 突飞猛进超音感美 这样才聪动 以为出国念书才能让自己的英文突飞猛进 出国念书当然不会让你的英文突飞猛进 你不出国也不会 最终靠着这个 才 120才让他真正敢开口 敢开口只是你有狗胆啦 你只是有胆量而已啦 不代表你有胆量 就改变了你 讲话产出那个output 就变对了 不会 流利英语也不是速度快 流利英语是 你讲的内容 没有问题 第2个是你的发音没有问题 然后呢 速度适中 那我们的流利就是说 背一大堆东西 嘰嘰嘰嘰嘰嘰一直讲 跟唐凤兽专访一样 文不对题了 他还在一直讲讲得很快 造成听不懂 快不是流利 特别注意 日语和法语并担任国际药角 我不知道他的国际药角是什么啦 我们很多国际的药角 并不需要语文 为前提 他有别的方式嘛 比如说 政府派你去你就变国际药角啦 这有什么难的 官派的嘛 想担任空服员的女孩因为英文不好屡次失败 那空服员 英文也不需要太好了 因为你实在讲的内容固定啦 不会讲超过飞机上 点餐啊 之类要用的英文 在实行100LS事后 在最后一关的小组讨论中 脱颖而出成为 阿联游 航空的空姐 那 阿联游航空 我相信英文不需要太好了 因为你不是美联 不是那个 美国的 什么 打美航空啊 那种不是吗 你是阿联游嘛 是讲可能讲 沙烏地阿拉伯话的 的人来讲英文的 我个人认为啦 我没错过啦 50岁才开始学习英文的CEO 在训练一年后 便于纽约用英文开会 他已经是CEO了 就算他英文不好 大家会容忍他啦 有点像你叫郭台铭去开会 谁敢说他英文不好 我也不敢啊 你如果说他英文不好 他就说 人家英文不好都已经当到总裁了 你算老几啊 这样子 所以我证明说 呃 你敢不敢开口 是 你的职务 来决定你英文好不好 不是你英文好不好 来决定你的职务 但我们希望你的职务跟你的英文能够配合啦 这样会比较好 这个 当然推荐需要找一个 人来帮你推荐 这个也是SOP啦 除了我的书 也没有秩序也没推荐 序是比较异类 因为我不守 臭老酒那一套 所以有很多同学拿到我的书 奇怪说你这个书怎么没有序啊 也没有推荐啊 这样 看这个张童丸是谁 他是传授现任外交官我就觉得很好玩 难怪韩国的我在我在华府的时候跟 韩国驻美大使馆的 呃外交官 吃中饭的时候 完全鸡同鸭奖 连血我都看不懂 最后话无归 原来是他们的外交官居然还要 当了外交官再来学英文 呵呵呵 管 喔会不会被老共渗透了我不知道 新加坡那新加坡的英文也很抱歉啊 都是那种 只有新加坡人自己 只有新加坡人自己听得懂 别人听不懂的英文 中东卡达皇族 喔这个 他应该去学中东的语言 黎巴嫩外交部长官 的什么联络官 釜山他怎么都没有美国的资历啊 呵呵呵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 这样 高中辍学模拟考试成绩吊车尾的我何德何能 曾经把 Germany当成年轻人 现在的我竟能以四国语言口译 这个我存疑啊 你如果连英文都搞不定的话 你其他四国语言我也会怀疑 如果马云不懂英文会有阿里巴巴吗 我就已经评过 那个马云的英文了 我还可以调领带给同学看 马云的英文被我 呃有一次同学提问 我在我记得我还是三更半夜 就听他那个 YouTube的引带来评论过马云的中式英文 还会有阿里巴巴吗 他是先有阿里巴巴 才会有马云懂不懂英文的问题吗 因为那个是一个党营的 在幕后 搞出来的东西吗 所以马云才会人间蒸发吗 党要你死 你不得不死 后面我们就不看了 我相信49分钟我解答的 中间有电话干扰了 先跟董卫报歉 结束前我顺便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一并解答好了 那我在49分钟的时候我讲一个不知道同学听不听得到 应用数学博士 22岁就拿到数学博士 我22岁才从陆军官校毕业 那现在这个人有没有人去追踪 他现在在干嘛 好像在担大任教吧就这样而已 你追踪每一个神人 好 这个是我讲到我一个同一届的 我们那届是神人的开始的 始作俑者 就是我 你只要是55年是56年是就是跟我同一届的 那我们那一届有一个神人 跳级生 长得愣头愣老的 他就 有一次我被叫他家去玩 因为他已经确定要跳级了 就是从和平国中 跳成功高中 再从成功高中跳台大 再从台大跳 那个MIT 22岁就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应用数学博士回国任教 这样子 所以他在和平国中的时候 我在念 准备进中正御校的时候我就到他家去玩 本来要出去玩的 我本来不认识他了 我是透过另外一个同学 他们同班同学吧 我的小学同学带去的 看完之后呢 我就决定不去了 跟他去压马路的话 可能再浪费时间 这样子 我就算了 我不去了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也没人讨论 他是第一届的跳级生 神童 神人 那我相信是 那个 那个叫猪肉灌水 硬灌的 那现在我比较好 如果按照那个时候那么伟大 现在应该领诺贝尔奖了也没有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跟我同年的 神人 在 马政府时期曾经出来当过神人 跟我同一年 好像是什么设计那个 听说有在 不知道在哪边待过 有设计那个 红绿灯的小绿人 等等的那个神人 那个我以前没听过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神人 我们要的是均衡的人 你的智力你的体力你的 各种 思考能力那个叫做 全人 那很遗憾我们看到的 你就讲唐凤好了啦 他年纪轻轻的比我小个十几岁 你就要去跑五千公尺你看他跑不跑得动啊 那种一看就知道说 大脑好像特别大 头特别大 好像脑容量很大 然后呢身体呢好像 行动很迟缓 那个其实是我 我个人认为要淘汰的人 因为你五欲不均衡嘛 我们就讲我没有这个毛病 就是你只要读书其他都不要管 那如果是以我的观念的话 以我军校跟特种部队的观念的话 你如果那个样子来当排长的话 我绝对勒令你退伍的啦 部队给你带还得了啊 第二天叫你带部队跑五千公尺 搞不好第一个落队的排长 所以部队才会有霸凌嘛 霸凌不是老兵欺负新兵 你没看过那个预官排长被兵霸凌的 我都碰过 但我不会故意出来阻止啦 你你不你不被修理一下的话 你在特种部队怎么办啊 所以以前我们在野战部队在 重装师我在量六师 没有一个预官排长敢背执行的 那个兵赤龙赤凤 你下你背个执行袋下面那个兵直接 给你呛瞎 好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以前我当 排长的时候当了一年半 几乎有一年在背执行 那个执行袋就等于缝在身上了 连长不敢叫 叫你下执行 你 那个刘排长一下执行部队一定出乱子 这样子 可能排长会自杀 另外一个预官排长会自杀 好所以我们 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全人教育 全人教育包含你的体能 你的 运动能力 跟你的 智能 不是靠考试嘛 我这个题外话 所以我讲说 他老爸我不熟啦 听说他老爸也是一个跟坤匹差不多的 狂人教授 其实这位跳级生看起来认头认老的 确实认头认老 现在也可以证明我讲的一点都没错 本来 我是被找到他家会合要一起出去玩 接着他老爸打量我的眼神 就是他老爸跟老妈对于他的交往非常重视 不许有任何的 他认为是不好的学生 跟他一起污染他 结果我一去他家的时候在院子里面 还没进客厅 他老爸就 出来 觉得我很有问题 这个人非常可疑 从头到脚 看起来就一副流里流气的 就有一点点觉得一直问我 一直盘问我 我觉得我好像被 思想审核一样 我就很不爽 我就说我不去了 赶快 所以我就说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我就走了 因为光跟 光跟这个跳级生要讨论待会要去哪 居然讨论了快20分钟 讲不出要去哪里 你问他哪里好玩 他任何一个地点都讲不出来 我至少还可以讲出 中华商场的哪一家有什么好康的 我还讲出可以到狮子林去 到西门町去哪边哪边 我还讲出好几个点 他讲不出来 他什么地方都想不出来 你跟他出去玩你是要干嘛 你要浪费生命 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总结就是我们要终结这一种落伍开倒车的 英语学习方法 跟神人文化 跟神人教育 我们要的是全人教育 这样子 特别在这边提出来再次重申 顺便解答问题 今天下午下午茶喝的也买个快的 我咖啡都忘了喝 那等于是今天的 开胃菜时间提前到下午茶时间先做 因为同学好像蛮 急的要听听我的 个人的看法 那我讲完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没有批评任何的意思 同学如果觉得还有疑问 可以再提出来我们再继续做做探讨 那我们今天下午茶之段就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 结束前我再来一段 编针微吾的两宠行 谁听得懂在干嘛 所以你们现在能够听得懂国语 算不错了 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半的老师 叫做 相应未改并毛吹 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 感谢同学晚安 我们今天晚上会按照进度 再来解答问题或者做 查理迈克的 导读 感客 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 午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